如果說像比如說你要挑戰道拉吉利 大概要準備多少錢 大概多少錢 其實我在這裡也順便跟各位觀眾分享一下 一般來說爬高峰攀登確實要很多錢 但是那個多有一個範圍 而且範圍很大 就像我們買車一樣保持節空車 好像跟賓士差不多錢 你點完跟法拉利一樣錢 奇怪 爬高山一樣 你要是不是你只買基地營服務而已 買基地營服務就是我到基地營有得吃飯 有帳篷住 好其他他不管你了 你要愛怎麼爬你隨便你 也不會有向導怎麼去協助你盯你 這個最便宜 大概搞不好40萬30萬搞得定 但是如果你要進一步好 我要僱用一個雪霸向導 陪我上去 帶我上去好那是一個錢 然後我要氧氣瓶好你要幾根 你要幾支氧氣瓶 而且你要連雪霸人的氧氣瓶一起負擔 你不可以他 你有他沒有 太危險了 對 因為說雪霸人體能遠遠在普通人類之上 但到了7000以上 8000以上的領域裡面 其實你只要隨便拿一個氧氣瓶 就可以凋打它了 這個就是氧氣的威力 就是沙漠中的礦泉水 比礦泉水 我覺得比礦泉還珍貴 可能沙漠中的可樂 對 OK 好 那所以如果說 我們都不要講所謂的最低配 對 也不要講最高配 OK 這個我們先把這個極端值給扣掉 那我們就是說一般正常 當然會挑戰這種山的都不太正常了 好不好 但是就是說如果說今天我們要挑戰這一座山 OK 以你覺得這樣子足夠保障你的安全的情況之下 好 大概要多少錢 一般人我覺得啦 你要首先你要買基地營服務 你一定要有雪霸的向導 再來你一定要至少三支氧氣瓶 一支是向導的 兩支是你的 至少這樣 沒有更多的囉 好 那這樣子一包大概是我猜 7到80萬左右 7到80萬 可以搞定一座 然後那個登頂小費另外算 登頂是有公道價的 OK OK 對 因為我聽爬山的人講 就是不能講公頂 對山不尊重 沒錯 因為你知道我幹過一件事情 就是從高雄出發用走的走到山雕角 對對對 走到486公里 太猛了 沒有沒有沒有 這跟你們比起來 我們這生什麼加碼賽 沒有 這個要意志力 因為然後我們走到 我走到應該是從桃園平鎮到 因為那天後來走到中壢下大雨 我們就休息了 對 因為怕機器壞掉 不是人受不了 是機器受不了 那天來陪我走的呢 是一個我的國中同學 他有來跟我們一起走 那他就是登山客 對對對 然後因為我們對那個東西沒有 甚至我們講 我們什麼什麼 下個禮拜二就可以公頂了 怎麼樣有的沒有的 然後後來他私下跟我講就是 不能講公頂 對 所以我們後來都改成我們就可以路過了 我們就可以路過了 OK 為什麼不能講公頂 就這麼單純是因為對三神不尊敬嗎 三神的存在其實 還是有一些黑色傳說 倒也不是這樣子啦 因為基本上你講出來的話 有一大部分其實代表了你的價值觀 跟你的心態 所謂的以前喜歡講公頂 現在慢慢地改成登頂這件事情 相當就是其實它反映出了我們登山文化的轉變 過去有沒有人定勝天嘛 都被吹進海裡了 在那個年代當然公頂嘛 然後那個上山一定要腳踩著三角田拍照 有沒有 民國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登山照片都長這樣 就是我征服了一座山 I see I come I conquer 我來我看我征服 這凱撒講的 對嘛 然後他講完就被殺掉了 對嘛 合理嘛 所以其實演變到現在 因為就是人類慢慢了解到就是 我們的存在在自然界裡頭是 渺小的 對 非常渺小的東西 那既然你這麼渺小 你上山你不過就是去看它一下 去經歷一下 體驗一下 然後感受那些你平常感受不到的事物 對 那我們為什麼要用這種 比較征服者的心態 然後去看待登上山頂這件事情 那既然都講登上山頂 那我們改登頂吧 中性的名詞 那再來就是有沒有一些特殊裝備 你知道台灣有一陣子很瘋那個超馬 超級馬拉松 最出名那個也出事了 哪一個 什麼結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認識另外一個在書上 自己灑種自己抓 有沒有OK 來來來 因為我 他那時候 我記得他挑戰完沙拉沙漠回來之後 台灣之光嘛 然後上片各大電視台 他就講他們那時候有戴一個手錶 然後那個手錶呢他有個插箱 那個插箱一把 就是發射信號到衛星 然後24小時之內 你附近 就是距離你最近的 軍隊會來救 OK 你們有類似這樣子的特殊裝備嗎 有 好 這個東西叫做Garmin Enrich 那因為我們有一個要輕量化 所以叫Enrich Mini 然後現在出了第二版叫2 我們就帶這個東西 它有一模一樣的功能 有一顆鈕 它有一個防呆裝置 你要打開 長按 長按呢大概我記得3到5秒 它開始瘋狂的嗶嗶叫 很人性喔 倒數10秒 你可以按掉 OK 雙重防呆 然後再來就是 這不就是Airtac 類似 但是Airtac沒有 附近沒iPhone就沒用 對 可是那個東西是 它是收衛星的 它會直接把你的 就是位置發給衛星 衛星傳到三下 Garmin Enrich他們合作的 就是救難單位 就會 用最快的速度 想辦法用那個國家的救難資源來救你 OK 這個是我們類似的裝置 小小一個 就衛星發寶器 多少錢 一個其實不貴喔 一萬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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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每年的維護費 維護費比較高一點點 大概 我記得一個月 因為它也是費率制 一個月可能是幾百塊 到那種無限吃到寶 你那個衛星簡訊當那個 怎麼講 iMessage在傳的 大概要一千多 所以你養護費可以從一年可能 三五 兩三千 到那個一萬多都有 OK 那 真的有人用過有用嗎 台灣 因為你知道你們都在高山上 七八千米 直升機也飛不上來啊 直升機可以靠著 它不能降落 對啊 你趕快跳上去 然後飛過去 因為我們這一趟 真的有人在上面出事 要那個運下來 對 那活的啊 活得好好的 沒有出意外 但是就是 發爆以後 確實真的會有救難隊來救你 因為他們就是聯絡當地的救難隊 好 那除此之外還有什麼特殊裝備 有啊 有一個東西是 我在書裡有放 叫做連身羽絨 就是 我們先講一下書 書已經提到兩次了 來來來來 這是我們雪洋的新書 OK 叫做 倒拉吉里的風 倒拉吉里的風 OK 大家先搜尋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來介紹這本書 來來來 好那 書中就我穿那個 連身羽絨衣的照片 連身羽絨衣 因為八千米實在是太冷了 冷得要死 而且沒有濕掉的問題 應該說外在沒有 因為所有的水都變冰了 OK 冰跟雪 所以就是外面 你不會從外面濕掉 你頂多從裡面濕掉 所以你可以穿著羽絨衣前進 甚至必須穿著那樣的羽絨衣前進 然後那個穿起來就整個很像米其林包包 那個是 我的話是The North Face 給我的 我又看到要一套 然後就是 安全上去下來 每一個人都需要有一套 才能爬那一個 幾乎沒有人不用那個爬 除非 我只能講就是 身體素質超級好 那種超大神級的登山家 才有機會 否則一般人都是穿整個上去 講到超大神級的登山家 你看過怎麼樣 超大神級的登山家 神到什麼程度 我親眼看過最神的就是 我們一樣在大家一起基地 其實這種相對冷門的 八千米大山 就有機會遇到一些怪怪的人 你知道 你剛才遇到那個人有沒有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也是這樣講的 爬這種高層有遇到怪怪的人 對 那在我們攀爬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組波蘭的登山家 兩位就是波蘭登山家 以及他的攝影師 攝影師的體能就是可以足以海放 台灣大部分的登山者 很猛 然後那個登山家是他背著滑雪 怎麼講 滑雪板 不是雪板 是兩條的 雪橇 對 然後就背著兩根長長的 然後就爬上去 他的速度遠遠在我們基地所有人之上 甚至就是 可以再比雪巴人快一點點 也具備獨自開度的能力 他就成為 他就這樣子 來回適應 他只要爬上去了 我到了 我把帳篷放好了 OK 東西都塞好了之後 因為我們攀崩八千米要來來回回 適應高度 我們住在四千七 然後要先去第一營五千七 然後住個一天兩天下來 要恢復 好不容易爬上去還下來 然後要三次 OK 因為你身體要 需要時間高度適應 還有產生紅血球 這個跟大家科普一件事情 如果你有去清淨玩 然後清淨他們很多民宿都有跟業者 合作 就是比如說 半夜去看日出 看星空有沒有 他大概車子會開到 某一個點會停下來 他會先放你下來看星空 其實就讓你適應那個高山 對 因為開太快上去 你直接那才一千多 你上三千 門一打開 往高山上 掛 總之我們爬高峰要來來回回 他每一次上去 然後J好他們帳篷放好之後 下來就是看他滑雪下來 噓 哇 印象之深厚 這就是滑將嗎 因為滑將就是 怎麼講 登上一座大山 從山頂滑雪回基地 對 那在去年 我親眼看到他 就是在登頂之後 因為那時候只有他登頂 我聽起來好帥 但是感覺好危險 帥吧 超危險 因為他下來的路是 因為那是野雪 是 對 那 你怎麼知道這邊有沒有石頭 就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判斷的 反正呢就是 用他的經驗跟他的技術 對 然後就是從山頂一路滑下來 經過無數的冰河列系之後 從一個超陡的坡滑下來 然後直達基地影 我就看著他這樣子 在那個岩石上這樣下來 然後回到基地影的瞬間 幫他拍下歷史照片 然後他的那個攝影師隊友 因為人還在上面 對 然後他回來就跟我 要那張照片去 就是 哇 原來外國已經玩到這個程度了 我們還在爭說 是誰第一個把上這座山 但是你說不是已經 外國人已經玩這座山完60年了 OK 對 那這麼說 像這樣他上去又下來 上去又下來要三次嘛 喔 對 三次 你知道 山上的1000公尺跟 陸地的1000公尺是不一樣的 對啊 你隨時怕很累啊 他搞上去可能就要一兩天的時間吧 嗯 他的話 上到他可以直接 我們不要用他比 我們就用你嘛 一般人的話就是每一個營地 大概就走一天啦 四千走到五千七一天 五千七走到六千四一天 然後六千四走到那個 七千二我們最後一個營地七千五百五 一天 對 然後再來 睡一下下 然後那個到的那一天晚上八九點 就開始爬 隔天登頂 所以你們這樣搞這樣子 就三天 因為三次嘛 對 然後再下一個點又三天 對 OK 嗯 好 那我們來回顧一下 你這一次去挑戰 道拉吉里 3月15號出發 對 OK 大概花了多少天的時間 我們整整兩個半月 兩個半月 在山上的時間是兩個月 但因為我們這趟比較特別 因為前面講了 我們要去開拓新路線 是 所以我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在新路線下面的小營地 就只有我們三個 跟四個工作人員 就很歡樂的包場 因為還沒有任何國際攀登者進來 對那就是搞了一個月 我們就是上去建立我們的 前進基地 就是放物資的地方 就類似攤頭堡 對攤頭堡 這個形容真好 對然後 建立完以後從攤頭堡 然後就是一直往上探 然後通過岩壁啊 然後一些就是比較困難的地形 對然後上去 然後看建立一營二營三營 但因為 從那個前進基地營 上到第一營的那個困難地形 我們叫煙囪 就是反正電影裡面 不是很多那個 像湯姆克魯斯 就是有一些建築物它下來 會這樣這樣這樣 從那個柱子這樣這樣下來 那個地形在攀岩的術語裡面 叫煙囪 對那那個煙囪地形 因為比較困難 然後我本身攀岩能力不夠 所以我紀錄的 我的眼睛看到的 就只有他們建設 開闢新路線道燕從下面的而已 網上就是由他們兩個自己去 開拓跟講故事